老股民使用技术指标 布林线是专业投资者和一些老股民经常使用的技术指标之一 此指标属于路径指标 股价通常在上线和下线的区间之内波动 动态乾隆的布林线由三根线组成 即下线为支撑线 上线为阻力线 还有一条中线为中阶线 静态乾隆的布林线由四根组成 最上面的一条线是趋势阻力线 称为BUB1用白色实现表示 最下面一根线是趋势的支撑线 称为BUB4用紫色实现表示 BUB1之下设有BUB2有黄色虚线表示 仅靠BUB4之上的另一条线称为BUB3 有浅蓝色实现表示 在四根线构成上线 下线 四上线 四下线 股价通常在这个带状区间内上下波动 这条带状区的宽窄 随着股价波动幅度的大小而变化 股价涨跌幅度加大时 带头区会变宽 涨跌幅度缩小时 带状区会变长 布林线的宽度可以随着股价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位置 由于这种变异 使布林线具备灵活和顺应趋势的特征 它既具备了通道的性质 又克服了通道宽度不能变化的弱点 布林线具备以下几大功能 一 布林线可以只是支撑和压力位置 二 布林线可以显示超买 超买 三 布林线可以只是趋势 四 布林线具备通道作用 布林线因具备多种功能 使用起来非常有效方便 一旦掌握 信号明确 使用灵活 受到了专业投资者的喜爱 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常用的技术指标之一 一 在常态范围内 布林线使用的技术和方法 常态范围通常是股价运行在一定宽度的带状范围内 它的特征是股价没有极度大涨大跌 处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中 此时使用布林线的方法非常简单 一 单股价穿越上歇压力线 动态上歇压力线 静态最上压力线 BUB1 10 卖点记号 二 单股价穿越下线支撑丝 动态下线支撑线 静态最下支撑线 BUB4 买点记号 三 单股价由下向上穿越中界线 静态从BUB4穿越BUB3 为加码记号 四 单股价由上向下穿越中界线 静态由BUB1穿越BUB2 10 为卖出信号 二 在单边上升型情部林线的使用方法 在一个强势市场中 股价连续上升 通常股价会运行在BUB1和BUB2之间 当股价连续上升较长时间 股价上穿BUB1 次日右下穿BUB1且 进一步打破BUB2 带动BUB1曲线 出现由上升转平的明显拐点 此时为卖出信号 三 缩口的意义一 股价经过数波下跌后 随后 常会转为较长时间的窄幅整理 这时 我们发现布林线的上限和下限空间极小 越来越窄 越来越近 盘中显示 股价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差价极小 短线没有获利空间 经常是连手续费都挣不出来 盘中交易不活跃 成交量稀少 投资者要密切注意 此种缩口情况 因为一轮大行情 可能正在酝酿中 一旦成交量增大 股价上升 布林线开口扩大 上升行情 宣告开始 二 如布林线在高位开口极度中小 一旦股价向下破位 布林线开口放大 一轮跌势将不可避免 四 布林线开口的意义一 当股价由低位向高位经过数浪上升后 布林线最上压力线和最下支撑线开口达到了极大程度 并开口不能继续放大转为收缩时 此时是卖出信号 通常股价紧跟着是一轮大幅下跌或调整行情 二 当股价经过数浪大幅下跌 布林线上线和下线的开口不能继续放大 布林线上线压力线提前由上向下缩口 等到布林线下线支撑线随后由下向上缩口时 一轮跌势将搞结束 五 使用布林线的注意事项 一 布林线参数的设定不得小于六 静态乾隆值通常是十 动态乾隆设定时通常为二十 二 使用布林线要注意探明是在常态区还是非常态区 在非常态区不能单纯以破上线脉 破下线脉为原则 三 动用开口缩小在低位容易捕捉住牛骨 但在高位或一旦缩口后骨架向下突破 常会有较大下跌空间 四 可将布林线和其他指标配合使用 效果会更好 如成交量 KDJ指标等